欸 王思聰又怎麼了 從禁言到消耗 藉著疑似被全網封殺 4000萬粉絲的微博賬號 竟然一夜歸零 如果有一定的腦子 就應該知道 不該去 為了個人炒作 讓得罪那麼一票的人 王思聰是前中國首富 萬達集團董事長 王健林的獨身子 他近期多次挑戰 中國當局防疫政策 比方 每天早上的核酸檢測 不是陰性或是陽性 而是你的奴性和血性 今天開始不會再出門做核酸了 21世紀 吃不上飯 只有可能是因為診治 更早之前 上海政府向居民發放 蓮花輕溫膠囊 聲稱可緩解新冠染疫症狀 一篇質疑WHO都打力推薦的文 引來王思聰大讚 敢說真話的媒體 實在 實在 太難了 王思聰諸如此類的發文 讓他的微博賬號在4月19號 因違反相關社群法規被禁言 不料4月27號 帳號就徹底消失 變成用戶1826792401 網友發現他的微博清零後表示 王思聰的號剛剛走了 走得很安詳 也有人痛心 王思聰 你號沒了 那些王太太們 豈不宜下成了寡婦了 小人一個敢說到實話的人